好 那我們看現在是Matrix Matrix對存量 Y是個Matrix對存量下面就放下去 那Y是存量下面是Matrix的話 看出來差別嗎 你可以看 Y如果是一個M個Row M個Row然後N個Color 它產生出來Matrix還是M乘N 可以嗎 M乘N 那如果X是X 這是 Y如果是M乘N的Matrix 微分出來結果還是M乘N M乘N 那現在是Y是存量 但是X是M乘N可以嗎 X是M乘N 它微分出來的是會N乘M 因為我X是所有的Color會倒下來 所以你會發覺它的Color 它的原來的會有幾個Row是M個 但是在這邊會變成N個 因為它把它倒過來可以嗎 所以它的結果其實跟前面的結果 其實它就會差一個Transpose 這樣看得懂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原來的方式 我Y是M乘N 所以它Row還是M 那這有N個 那我當以X為主 它就會剛剛倒過來 可以嗎 會倒過來 那 倒過來的結果你會發覺它的Row 本來是M它就變成N 但是它Color 本來是N個變成M個 就這樣 它就會剛好變成是N乘M 它就是X個Transpose 那這邊就是各種它去微分 各種微分的結果 那你會發覺在這裡 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原來的X是P乘Q 那它產生的結果就是倒過來Q乘P Q乘P 好 那我們導的結果就是 我其實重點就在這裡 重點在這裡 你們導的數學是在這邊 就是我如果給個向量 給個向量 Y如果是AX這邊 然後它對它微分的結果 會 產生這樣的結果 就是A X產生的結果 X 那XT會產生 AT 那像這個的話 如果兩個 它是兩個向量相乘 它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明白嗎 這個 那我這個同影片 最主要就是在講這個 要怎麼微分 因為 在深度學習或裡面 Course Function 常常會 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它的 導法 它產生的最後的結果 包括裡面要做 Sequence的分析 它最後產生的結果 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好 那我們來導 我給一個向量 那我會 一般會算它的 弄 弄其實就是它的距離 可以嗎? 弄其實就是它的距離 就是我給一個向量 就是我給一個向量 對不對?如果是34 可以嗎?34 好,那給一個X 那是34 可以嗎?那 Xt 乘以X 那 這邊就是3跟4 Xt就是倒下來34 那它的結果就是3的平方加4的平方 可以嗎?這個就是等於我們的弄 可以嗎?就是我們的弄 弄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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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弄的平方就代表它的距離 可以嗎?就是代表距離 就代表距離 那所以基本上那平方 如果X是相減 那其實就是 如果兩個向量 裡面是兩個向量相減 兩個向量相減 那其實就是兩個向量的平方 每個dimension的平方 平方加起來 就是它的距離 可以嗎? 妹妹這樣聽得懂嗎? 可以 那我們其實 所以的NO 那現在就是說 常常 X 你可以看好 就是 AX平方 AX平方你可以 看成是 X 然後乘以一個matrix 那可能是一個weight 那我可能還有一個輸出-Y 然後平方 可以嗎? 就是我如果再減一個Y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Y 就是說 在深度學習或linear classification 常常寫的方式是一個W weight然後乘以X 對不對? 然後會加一個biosb 然後剪掉我們的Y 然後我們希望它的平方 那就是它的none平方 的四值 那其實就是二的 那我怎麼把W算出來 就要對這個為分 了得嗎? 那你把這個拆開來 乘開來 其實就會有這一項 那我們要看怎麼為 那基本上就剛剛講的 我AX如果平方就是 前面加一個transpose 就是none是 前面加一個transpose 在這裡 我X平方就是 xt乘X 就是每一個項裡面的 每一個dimension裡面的平方 你可以看成它就是一個 一個距離 如果高微就是那一條 向量的長度 高微就是那一條 向量的長度 那這邊的話 AX平方就是 這個transpose乘X 那transpose這個 從A跟X會 然後乘起來 所以這樣結果 那這樣結果 對X為分的結果是 怎麼為 盧同學會不會為 這個對X為 來 我們同樣 來 我們問個問題 大家會 這邊有沒有數學系 應該一樣 就是說 如果我的方程是 二圓二次 就可能是 1 2 3 4 然後X Y 來 那等於某個 等於 6 7 我們可以就是 把這個transpose X Y 會等於 就這個把它做inverse 12 3 4的inverse 然後乘以6 7 我們可以把 X Y算出來 對不對 好 好 那 私上 私上 我們的變數只有X Y 但是就是 剛剛我們收到 我可能一個model只有X Y 但是 我時間序列有好多 可以嗎 可能還有 6 8 然後得到9 可以嗎 然後還有 11 13 得到10 可以嗎 就我序列的時間會一直收 收下去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一直收 但是我這個還是只有X Y 這麼解 X Y 好 來我們這邊 這組同學 我們原來的matrix 可能是N乘N的可以解 這個不是 這要怎麼解 那這邊也一樣 這是A 這是X 可以嗎 那要怎麼把這個X解出來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是A 那這是X 怎麼把X解出來 那這就是我們的V 所以我們的數學是就X-V 然後就是None 平方 希望他這個減這個 然後平方越來越小 那這要怎麼解 聽懂我講的問題 我們過去學的 學的matrix是N乘N N乘N 那你要怎麼解出來 那我現在也不是N乘N 我這個A沒有要求 是N乘N 可以嗎 我這是N乘2 N乘2 那這個我怎麼把X解出來 這是我們要做 矩證違分的問題 來 呂同學你們這個怎麼解 呂先生這邊要怎麼解 就那個矩證不是N乘N的 可能 我多花時間了 其實有很多 需要休息嗎 還是我把這個講完 好啦 我覺得我把這個 一口氣講完 講完 講完我們再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 像這個要怎麼把它解 解出來 像這個 要怎麼把它解 解出來 因為 因為其實 其實在深度學習 常常會面 面臨類似這種的系統 我 那 你們 可能看數學式 不知道怎麼導 我們還是把它 導出來 那現在就是說 剛剛講的 就是說 我如果 如果我A是一個 我對它微分 微分下去 那X是一個向量 X向量 X是一個向量 A是一個 的結果 那現在A乘X A乘X 可以嗎 我沒有 A乘X A乘X AX就是這個 A的水平 水平就是 像這個 就是第一個 就是E固定 然後改變不同 I那乘X向 對不對 就是A乘X 這是A 就是這水平乘X 水平乘X 水平乘X 就是 RowColor 第一行乘X 所以第一個值是 1 然後這邊 在變動I 那第二個就是 2 好啦 右邊這個index在改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 這邊就是 1固定 1 2 然後I 再改變 就這樣 撐的結果是這樣 那我們把 X進去 為 X進去為 對不對 X1進去為 那得到A11 然後X1進去 就A21 所以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還是得到A 這樣了嗎 所以 X對X為 還是得到A 這樣看得懂嗎 就是 X 因為 X乘完是一個矩陣嘛 對不對 乘完矩陣 然後我再 X 對 那接下來 如果Transpose 過來 因為 XTranspose過來 本來是Ei 它就變成Ie 可以嗎 這邊原來 原來是 Ei的 那我們就變成是 Ie 就是Transpose 所以如果是 XTranspose 乘以A 然後對X去為 就是 原來A在前面 現在是A在 右邊 那去為 那同樣方式 你把它帶進去 你會發覺 它剛好是Transpose 得到A的Transpose A的Transpose 盧同學這樣看得懂嗎 看不 看不懂 還是 是懂還是不懂 是懲罰不懂還是那個 沒有啦 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 等一下我用滑鼠 因為我這樣上課 等一下 我覺得 我在這邊講 因為 我先 這樣可以嗎 A乘以X 那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 這看得到 讓我滑鼠耶 這是我們的A A 然後如果這邊 我們把它改一個 就是這邊改一個X 那基本上就是 它的乘法 它乘法就是這個層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層就是 就是A11 A12 A1 N 那所以這邊的結果 就是A11 就是A1 A12 它I I再改變 這邊的 I再改變 然後乘以XI 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 這邊的結果 就是這樣 這邊的結果就會變這樣 那你會發現是 1不變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Raw 就是2不變 那到 最後一個就是M 就M的Raw不變 然後我們對X個別去違分 可以嗎 對 X個別去違分 那所以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譬如說這個是對X1去違分 那X1去違分 那X1去違分 唯一可以違出來 就是當 I等1 可以嗎 I等1 所以這邊就是EI 不是 I等1 這是NI嘛 所以這I等1 結果就是NI出來 可以嗎 那這個的話也一樣 就是I等2的時候 得到 所以它會得到A 這個是 等一下 對 這打錯了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 當I等2的時候 才會跟它作用 所以這是X2 那就得到是AN2 這邊打錯 因為AN2 那這個違分出來 其實就是X 就是X的結果 X結果 那接下來是X 如果把它倒過來 那整個矩陣就是把它transpose Transpose的結果 Transpose的結果 那我們最重要的式子就是這個 就是 前面就是XTA跟X 我趕快吧 好 那這邊的話 原來的AX就是剛剛前面的EI乘X 那在X再乘進來 那其實就是這邊 你可以發覺 數學式子 這乘的結果就 IJ AIJ 然後乘XIJ 這 結果 那就把它 帶進來 AX 因為這邊有兩個 X 一個是XI XJ 所以我們在 利用 微積分 先對XI為 然後另外一個是對XJ為 那 就是這個XK 會先對前面的XI 那另外一個XK是對後面的 XJ為 可以嗎 那 為的話 這為一就是 I要等於K 它才會 所以 這邊的結果就是 當I等於K 所以這邊會得到IK 這個 這I I的時候等於K 所以這邊的就是KJ 那 這邊 一樣 我J在改 所以當 J等於K的時候 會得到 所以這邊得到 IK 有了嗎 那IK就是原來的 IK就是原來的矩陣 原來的 A 那這邊因為 K在改 K在改 這邊 K 那其實它transforce 所以得到的結果 其實就是 AT加AX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的結果 就是 XT乘A 它就會得到 這個結果 知道了嗎 好 好 那基本上 一般而言 這個矩陣會對稱 一般我們用到的矩陣會對稱 所以 當它一樣的話 其實我們 當它一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成A 2的AX 如果 它的矩陣 是一樣 它我們就可以寫成是2的AX 因為我平常上課如果的話 我就用那個滑鼠 一個滑 但是我剛剛看操作 很難操作 好 那另外一個通用式 這邊通用式 就是說我 X它其實差異就是 先對Z 這拿出來 就是對Z 那這邊 如果對前面的話 其實它會做個transpose 如果對前面的Y 它就是 剛剛前面就是 如果對前面微分 它會做個transpose 所以這個transpose 然後對Y微 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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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